2022年 4月13号中午收盘了 上午呢 虽然指数上看上去没怎么跌 可是个股跌的可不少 自己看看自己的账户 把昨天弄的那点是不是都吐了回去了 有人就说 说比昨天跌的还惨呢 好 那我们从盘面上分析一下 首先先看这 跟着我这个比来啊 今天上午北上资金净流出20个亿 同时看这个位置 市场热度仅有22度 昨天收盘大概是76度 上午涨停的有58家 这个涨停的加数可真不少 那么上午这有几波出现资金异动的啊 确实有几波出现资金异动 都是哪些 我们给这数一下 一早上开盘 像快递物流就先动了 然后是石油化工 就是早晨这一波 然后呢 快递物流和煤炭 工业母机 尤其是白酒都跟着动了 剩下一波就是有色金属在动 那么这些东西不难看出啊 大得大 小得小 有一些的 你像工业母机啊 还有一些个机械制造这一类的呢 好多人都把他们忘到脑九霄云外 根本就不在自己的股票池内 还有一些像白酒啊 尤其是一些个能源类的东西呢 早已经前两天给减持了 哎 你看他们现在出现反转上涨 现在手里头的大部分的东西的品种 我们从这个板块上看啊 我带这个软件 翻过来一瞧 你看 今天的创新药 房地产 包括旅游啊 他们都出现了一个跌幅榜的前面 还有生物医药等等这些东西 这不都是前两天涨得好的吗 你看 或者是说反弹好的 他们都出现了一个持续性的下跌 你像房地产呢 这个位置又快来机会了 我一会儿再单说它 那么单说说这个创新药 以创新药为例 瞧瞧这个创新药 是走出这么一个盘面 原本这个位置都已经走好了 这个呢 就这种形式啊 我们给它叫大括号 这种大括号起涨非常快 但是它没起涨被压下来了 这个什么原因呢 咱们不去理会它了 因为现在已经下来了 怎么处理 我讲的是现在的热点非常散乱 而且现在呢 前两天都给那步仓的 还是资金进去的 他们这些大主力在考虑什么 这个是我关心的 通过这个版面我们得看一下啊 这是权重指标国 首先股王毛没咋跌 然后银行给这还力挺 像石油今天还涨了1.8呢 宁王没有跌 下面我就不一一列数了 这个里面涨的最多的呢 就是紫金 大家知道它是啥就行 那么从创业版这块面看 你看创业版今天也是低开 然后下探一点迅速往起收 这个里面的你像一些个 麦瑞还涨了一点点 咱指的它涨的不多啊 但是它这个东西 它明明这种东西都应该出现一个大涨 才能够起到一个稳定器的作用 但它没有跌 你看这些创新要却跌了 也就是虽然是医药行业 包括这个养科 艾尔 它们跟一些创新要形成了分化 那么这回就不难想象了 包括上证指数和生成指 和创业版 还有科创版 这个几个之间也是叫做指数之间分化 然后是板块分化 你看板块前两天涨得好的呢 现在呢有的跌也有的涨 前两天涨得不好的呢 还有的涨有的跌 所以现在机会很难把握 这个是重点 那么现在在分化这种格局情况下 想跟上主力有点难 怎么办 那么这种行情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操作策略呢 我们从这个后面这也看出来了 今天上午 5300亿 仍然处在一个缩量的状态 同时上涨的加数只有1000只 下跌的加是3500加呀 虽然指数没涨 它也没太跌 这个不就是光跌骨头 光跌肉没跌骨头吗 也就是个股在给这受损失受煎熬 那么这种形态该怎么处理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 以这个板面看的就清晰了 瞧 上证指数低点在不断抬高 对不对 那么大盘骨拽着小盘骨 这里头明显是有资金在护盘 同时有这些大红毛在出现 这个都是一坨一坨的 都是主力在慢慢建藏 那么这个里面就体现出一个慢字来 来我们再从这块看 翻过来瞧 看看 我们在昨天和今天早盘的时候 分别讲到这两个位置 这叫什么呢 这是M头吗 如果挡成这 这是M头 但M头之后 这需要一个新低 新低 把他跌破 出了两个大长腿 这个叫底部构成 这是底部图形吗 但他不下来 而是向上走 看昨天这一个强势上攻 今天上午 收出一个小星象 那么这个小星象仍然被五日线压制 这代表啥意思呢 就是不光是管理层的问题 还是主力 在这不希望快速上涨 如果快速上涨 不一定出现另一种图形 我拿个笔给大家画一下 来引入一个画笔 这个叫什么 用这个画笔来看 跟着我这个笔来瞧 大家看我一点点画 假如出现这么一个上涨 再出现一个上涨 再出现就这样的 咱指的是进二退一 还是说进三退二也可以 总之它的图形 会这样的慢慢的收起 看到没 这个是啥图形 大家看明白了 这不就是三个M头吗 就是三个头 那就属于一个大M 大M这个图形叫什么呢 在个股上就这种图形 叫空中加油 那空中加油 得靠什么来加 靠成交量 在没有成交量堆起的时候 我们在昨天晚间 和今天早天都说过这个事 在没有成交量堆起的时候 这个地方是会有反复 反复就像今天这样 个股呢出现了 何比说跌的多 涨的少 或者是说 个股呢又出现一个 就是严重的分化 那么它上涨的速度就会很慢 或者是说在这呢 就会什么进二退一啊 进三退二啊 就是这样反反复复 但最后的形态呢 就是这样一个形态 下面还得有量的堆砌 如果量的堆砌 这个地方不能放爆量 得是慢慢的往起堆 这个就叫温和放量 那么这些种形式 这种三个头的M 空中加油形式的 未来就会出现这样一个 就到这为止啊 就会出现一个快速 快速上涨 形成一个大的 这个叫啥 这种大M叫鲤鱼跳龙门 就是跳上去 甚至跳过塌 飞过去 就是这个样子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有几种策略 现在最关键的问题 是这个位置 有好多人自己今天很难受 为什么呢 我这上写着呢 动不敢动 买不敢买 卖还不敢卖 你说以这个为例 它第一点不断抬高 咱指的是指数方面啊 第一点不断抬高 不断抬高 一直在给人们一个希望 让你知道这个位置呢 好像是 一点点会回升 自己手里的股票呢 自己仔细一看 发现 早餐啥样 现在还啥样 基本上都跟着跌着 不动 那么这种情形 很容易出现两个形态 第一种形态呢 你不是不卖吗 你不卖 不敢动 这种情形叫温水煮青蛙 明白不 非常的煎熬 这种情形容易出现 就迅速加温 也就是 它来个跳水 跳水的目的 就是让你产生恐慌盘 恐慌盘之后 才能够迈出筹码 温水煮青蛙 就是让人们麻痹 感觉到你被人家给遗忘了 但是指数慢慢的向上推 还给你一个希望 不敢卖呀 卖了之后呢 怕盐就上涨 那么直接不是踏空的问题 那直接就是自己就雪喷了 你看人家都赚钱了 或者人家回血了 你呢 卖掉之后 给这直接就开始实体亏损 所以这个位置不敢卖 你越不敢卖 它就给你来一个恐慌式的下跌 这种情形非常不好办 在恐慌式下跌的时候呢 你别看人们现在 就是一个上午 它能挺住 但是一个跳水就挺不住了 往往这个时候 就会造成 把这些个带雪的筹码 就扔出去了 扔出去之后 人家才能拉 结巴结巴才能上涨 因为现在很多主力啊 他们手里头已经没有资金了 像为什么一些个新发型的基金都卖不出去呢 道理也是这个 因为基金现在没有人相信基金能赚钱 所以没有人去买基金 那么基金也很缺 也很缺钱呢 那这个时候 没有增量资金进场的时候 股市就得怎么整呢 用自己的存量资金 或仅有的一点 比方说回购的资本呢 或者是说仅有的一点 剩余的一点微微了了的子弹 进行一个不断的调仓换筹 或者是说进行日内的小波动 那么这种日内的波动 体现到股价上 主力不想通过推升股价来拿 因为只有推升股价的时候 人们呢认为上涨了 我获利了 我卖 你一卖 他接着筹码继续向上干 这个不就是一种 接获的方式吗 另一种接获的方式 就是在这 反复的温水煮青蛙 磨你 磨得你受不了了 干脆被筹码卖了 准备换股操作 当你卖的时候 他接到这些便宜筹码 他才满意 所以这个位置 就会出现两极分化 就是一些个股 很少部分的刷刷向上涨 目的呢 就是吸引眼球 让你调仓换到那 那么把这些优质的好东西 卖出来 人家给这接着 股票分化是这样 那么大盘上很有可能就走出这种3M顶 就这种叫做空中加油的形式 那么这种形式呢 它会体现一个慢字和一个磨 磨的你就会把那些低价筹码给它 好 我总结一下啊 在这个位置 要想形成一个空中加油 或者是形成空中加油之后该怎么办 实际主力就也在等 等在 他们在等这种 一旦起来的时候 等政策 听明白没 这个位置 他等这个形态的收复 和收一些个便宜的筹码 他不会给这爆拉的 因为爆拉对于他来讲成本很高 他也没有钱 一旦说成本一高 他不敢卖呀 他还没有增量资金进场 那么只能看着别人搞别的 所以这个位置呢 就是这样一个温水煮青蛙的格局 那么大家都在等一个政策性的东西出来 政策性是啥 跟大家都讲了 第一个是最大的一方面 就是在房地产方面的利好消息 现在别看说有65个城市 对房地产的一些个调控政策 在有松动 它只是一个松动 它没形成一个气候 第二 也就是辅助性的东西 房地产想上涨 它必须都有东西推呀 什么来推钱 那么降息 才是现在变钱的方式 只有降息 那么大家才能理解说 为什么降息房地产就有钱呢 这个背后的逻辑 我们在之前的课程上都讲过 大家可以看往期的节目 里面说的很轻 但我们的结论是一个 现在在等房地产的利好消息 和等一个降息降准的 就这么一个实质性的出台 当这些东西出来之后 那么才能够有一个 这样鲤鱼跳龙门式的飞跃 那么这个跳上去 可不一定能跳到哪了 好 我把这个消掉 大家看啊 这个位置仍然大盘指数上证 在三千 就是二百点附近晃 那么它距离上方的二十日生命线 就一步之遥 它会慢慢上去 或者是站上去 给这块还雇佣雇佣 就是在等这两个大消息 那么在那消息没出来之前 我们手里的个股怎么办 我先说我自己的啊 我现在手里今天上午是八个品种 由于早盘这个跳空低开 这个跳空低开 直接被动性锁仓 是直接咱们是被动性锁仓了 然后上午虽然指数上没太跌 第一点在不断开升 但是我心里头呢 有两个底 第一个底 这个就是一种很明显的片线行为 在这儿它会出现一个跳水 跳水的时候 那么它假如这个地方真的跳水了 很多人出现恐慌盘 而且在这儿呢 你记得啊 一跳水的时候 这红毛反而放大 为什么 你一跳水 主力会接盘 主力接盘的时候呢 它的资金很大 就会产生这种主动性买盘 那么主动性买盘呢 就是这个水跳得不深 所以这个位置呢 就是心里有的第一个底 它跳水跳得不深 有的第二个底 就是这种形态 通过我们骗 就是这种骗线 骗这些个散户 那么散户手里头看起来 有他们需要的东西 什么 筹码 那么咱们的筹码 相当你在这儿卧底呀 卧底 咱们当然现在心里头 你假如说我有百分之将近五十三的层位 五十二点多吗 那么在一个时候 咱们相当于一个大卧底 有一个顺口溜 这个是业内的说 就是散户卧底 那就是韭菜变连刀啊 朋友们 好了 散户 现在我 咱们啊 都是散户 现在咱们就是在卧底阶段 卧底阶段 如果说 给这儿 假如出现恐慌是跳水 我是不会出的 很有可能 我还会给这儿接点东西呢 等它上去的时候 我才会卖 当我卖的时候 昨天记得过 我说我做了个T加零 那个它底下接的 一下子反来反复差 那得达到四五个点以上 那这个T加零做得很好啊 当我卖的时候 那么咱们就是韭菜变连刀 那么下午 大家也就明白了 这个位置要是出现 跳水 不用害怕 跳得不深 等它起来的时候呢 大家就看明白了 哦 那么就是骗咱们的 这些个血馒头 好 我是古邦 下午到底我能不能接着东西 如果下午要是直接 不跳水上涨 那反而是一个 减仓的好机会 到底有没有错 我们收盘跟大家 说清楚 喜欢的加关注 我们下午 收盘见 来吧 来吧 感谢观看